邦邦是个好怕冻的小朋友 冬天整日不肯起床 妈妈就说 等我送一件神奇大衣给你啦 穿了就不怕冻的啦 邦邦即刻起床洗面擦牙 然后擦潤枯膏 跟着邦邦就打开衣柜问妈妈啦 妈妈见神奇大衣 在不在衣柜里面啦 不是呀 爸爸下班会买件神奇大衣的啦 你不如换衣先 我们去公园做运动啦 于是邦邦就换了件裤 还戴上颈巾 拉帽帽和手套 然后邦邦就和妈妈去公园跑步啦 做完运动返家啦 妈妈冲了一杯热牛奶给邦邦饮 到了夜晚 爸爸真是买了件神奇大衣回来 不过妈妈说 邦邦呀 不如我们吃火锅先啦 吃完美味的火锅 邦邦着上神奇大衣 哇 好热啊 见神奇大衣真是神奇啦 邦邦 其实这件不是神奇大衣 只是你今天做完运动 又饮了点热的饮品 吃了点热的食物 还穿上这件那么厚的大衣 所以才会觉得热咯 爸爸妈妈 我知道冬天保暖的方法啦 我以后不再拍冷啦 我以后不再拍摇